他塑造众多经典小人物和配角形象 被称为演艺界的黄金绿叶 你就瞒天过海 赚着魅心的钱 后来从那个太监 小太监 一步一步往上爬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什么意思呢 就小角色 如果你演好了 那观众留下印象 恐怕比那大角色印象深 他八十高龄 坚守舞台一线 全情投入滋滋以求 他就是打来之前就带好护膝了 然后天天只要是排练 就邦邦邦的老贵 他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用严肃目光审视当代话剧发展 没看懂就对了 我气得 没看懂还对了 我就感觉话剧就应该现实主义了 就是应该走出剧场以后 有观众思考 2020年元旦前夕 画剧大宅门新年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 正在紧张进行 在这部讲述一家名为百草厅的药铺 几十年兴摔的作品中 83岁高龄的雷雀生扮演金花管家王喜光 排练中 雷雀生饰演的人物需要多次跪倒在地 饱满的感情 丰富的形体语言 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目三分 也同样感染着对手的演员 话剧大宅门 从2013年首演至今 已在中国各地先后演出了八十余场 雷雀生是主演当中 唯一参演过所有场次的演员 即便如此 每次排练 他依然会像正式演出一样全情投入 在雷雀生五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 他塑造了百余人物形象 但始终保有最朴素的职业操守 没忘词 没误常 七老八十了 都八十多了 你想想 但是能在舞台上蹦的 能能记住词 能够在台上演戏 这是好家伙 所以我最骄傲的也是 这几样 三天 两地 主演三部话剧 那时候我七十五岁的时候 在深圳演老舍武则 回北京演四十同堂 第二天在首都剧场演 这是最后的斗争 我二十五岁我就没这么干过 当年七十我干了 回家就坐那 喝着小酒高兴兴奋的 老板说 行了 别喝了 没忘词 没误常 就这两句话 所以演员就是享受 怎么说 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自己骄傲的事情 雷雀生对舞台的热爱 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蒙发 他原籍山东木屏 自幼被父亲送入北京求学 中学时期 雷雀生加入学校画剧团 他表演的相声 受到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称赞 因为侯宝林从我这 参加我们的中学生会演 当时中学生会演 得了一等奖 侯宝林一看 侯宝林说这相不错 所以那天侯宝林给我写俩字 人才俩字 相声大师的肯定 给予雷雀生极大的鼓舞 上世纪五十年代 雷雀生不顾父亲反对 毅然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后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 开启了表演之路 1981年 雷雀生遇到人生中 最重要的角色阿Q 这个改编自鲁勋著名小说 阿Q正传的人物 是中国话剧舞台上 一个经典形象 如何演绎 对当年的雷雀生来说 是极大的挑战 向吴妈求婚 吴妈给拒绝了 自己 桥上打自己嘴巴子 你还想女人 观众哗就笑了 他不是想 这地方观众笑什么呢 不能让观众这么笑啊 我就把重音给改了 你还想女人 这样的观众也笑 他是灰心的笑 我就感觉 重音一变了以后 人物就出来了 你看他这么一个人 连求爱都没权力 他是这么一个笑 一个重音之差 足见雷雀声的勇心 该剧编剧陈白晨 曾当面夸奖 只有他扮演的阿Q 才是鲁迅笔下的阿Q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晚舞台上 这个由宋丹丹 雷雀声等出演的小品 《懒汉相亲》 让宋丹丹 饰演的魏淑芬 火了一把 也让很多观众 记住了一个不思进取 好吃懒做的懒汉攀附 有一次带着老伴 到天津拳一场玩去 后边天津观众 还拍我剑板 老哥 结婚了吗 你说妈 结我老伴 哦 结婚了 我以为你老伴宋丹丹呢 当时我也听 我脸叉就红了 哎呦 这肯定是看小品看的 雷雀生先后参演话剧 九十余部 电影五十余部 电视剧近千步级 小品五十余部 在众多的角色中 被观众记忆犹新的 是他刻画的配角和小人物 雷雀生认为 红花当有绿叶配 演出的角色 不应以大小和主次论短长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什么意思呢 就小角色 如果你演好了 观众留下印象 比那大角色印象深 你红花 你花看得好 没有绿叶趁着 你那花不像花啊 对不对 得有绿叶 你趁哪一家花好看 我们就趁托它们了 如今 年过八旬的雷雀生 依然活跃在电视荧幕和话剧舞台上 孜孜不倦地为年轻一代充当绿叶 作为老一辈的画剧工作者 雷雀生认为 画剧不能故弄玄虚 而是要用现实的表达方式引发观众的思考 我就感觉画剧就应该现实主义的 但现在多种风格都有 什么象征派印象派啊 什么抽象派 又是这个派那派多了 现在有好多看戏 看完了以后 我说我没看懂 没看懂 没看懂就对了 我气得 没看懂还对了 所以现在我也鬼了 我也不说 这戏怎么样 你胆子够大的 完了 话剧应该这样 就是应该走出剧场以后 有观众思考 我说我就现实主义派了 我就除了别的我不会 1979年11月 参与建真东渡 话剧排演示 得示 确生地 相处甚欢 因助此计较 照单 在我家本来画画 他说我画画拿手 我说别画了 我没有颜色 你给我写字 写字